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件神物凭借着兑现水口高烧的技巧 征服了一个又一个胶牢 是拥有的胶牢都说好 没有的胶牢都向往的担任捡钱 那是真的下 最近有听起神之手又有了新动作 发售了打磨板 一个225的小铁片可真让人心仰呀 那得多好用啊 想想就流口水 看就是这神之手 GH-ES-90打磨平措 果然是又短又小 又精致 很配我们的节目 可能大家没有接触过这类金属打磨板 准确说是打磨板形状的搓刀 有着搓刀的纹路 以下我们都简称这个东西为搓刀 毫不夸张的说 几年前我就用过 莱莉是一个用木头 沾着类似的平板搓刀 但经过我手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 没有不摔的 所以就分家了 再沾也不再稳过 还真是我见过喝酒的都分了 没见过分酒的喝 这个东西打磨比不过沙纸 切削力弱容易堵 握持感也一般 但也使不得丢 能用来进行简单的打磨 还可以顺手当尺子 在整理刻线的时候用 我还起了个相当好吃又好听的名字 张忠宝 直到神之手平板错 横空出世 秉承着洗洗研究的优良传统 张忠宝就将为贵人了 空向新贵飞 三围90x20x1.5 薄是非常的薄了 不锈钢材质 硬度是可以的 官方表示可以占水打磨 纹路是典型的交叉纹 这种纹路的搓刀 通常打磨痕迹 会比单排纹的搓刀 留痕大一点 但优点是不分方向 顺向逆向转圈都行 官方有多种拿法展示 但是我觉得这个姿势最舒服 会综合一下这个搓刀 比别的常规平板打磨器长的感觉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手下 这里加个但是 我还是觉得打磨器带把手手感最好 这款搓刀没有目数的选择 打磨效果接近600到800目 磨痕控制的也不错 也不会出现打磨大平面 就缺失切销力的情况 但是没办法长时间战斗 一旦堵起来会尚失切销力 打磨大平面容易出来泡光面 不仅让人小眉头一皱 经过这个搓刀打磨的面直接上补土 经过简单的打磨继续上色是没有问题的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曾经让大家尽量不要用那种 没加打磨棒或者是海绵砂纸去打磨大平面 因为有一层海绵有一定的柔软度 就会在用力使用时产生形变 最终把零件磨肉 小晶片 打磨器一定要硬 这里是硬的好不接受反驳 沙纸贴着打磨器一定要用薄薄的爽面胶 不要使用海绵爽面胶之类的 绳子手平挫贯穿这个设计思路非常彻底 只要硬帮帮没有形变就一定好用 这个是官方给出的使用范例 你说巧不巧 我手里也有个差不多的零件 不一样的是 这个零件是我之前用普通的打磨器沾着沙纸打磨的 嘻嘻 并且这个搓刀大概是奶鹿神仙给吓了兽 在打磨零件边缘时 如果角度稍微不对劲 零件就会被纹路卡得死死的 顺势飞出去 可能这就是什么神秘的魔法力量吧 但是平心而论 神之手平挫的边缘平整度是很棒的 所以处理各种阶梯状的细节会非常好用 不会磨到不该磨的地方 如果对自己的技术有自信 也可以自己抛一下这个边 应该还会更好用一些 小经验 如果没有这个搓刀 打磨阶梯状细节时 经常出现磨到另一个边的状况 大家在沾沙纸的时候 沙纸稍微搞大一点点 切的时候刀片向里切 这样边缘就会起一点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搓刀堵了之后 就会产生泡泡面 我们可以试试恢复能力怎么样 官方说的不要用童子刷刷 简单用牙刷刷刷 恢复性能比我之前那个小玩意儿 是要好的 你说它是打磨器 不 它不是 它不需要沾任何砂纸 但是它又有打磨的功能 你说它是抽刀吗 不 它不是 它没有常规抽刀的形状 更像是我们常用的打磨板 它小小薄薄 它就是它自己 又是一个新的设计思路的工具 总体来看 优点缺点都有 可以进行简单的打磨 也可以在刻线修建时 当做尺子 是不是按耐不住想疯狂的买买买了 但是它市值225元 至少我会热疼 小金属片并没有改变我对于打磨器 与搓刀之间的看法 那就是 砂纸沾上打磨器 永远是最好的打磨工具 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是如此 它的确有创新 不否定贵有它贵的道理 拥有它 心灵上的满足感 大于它在模型制作上 给我带来的帮助 工具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给我们带来买买快乐的同时 又能给我们带来 一丝丝感觉作品水平 会突飞猛进的幻想 但是我亲爱的老伙计 东西永远是下一个好 贵的好 但是最终还是要用手使用工具的 不是吗 就对你的手好一点点吧 多练练打磨技术 恶狠狠的搓几个小方块 会比光看我有用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期待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 再来一期的大小金的测 如果觉得节目还不错 就请三连支持一下 你的三连对我有着巨大的帮助 我是全工 祝你们水平津津 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大家可以去我们的淘宝店看一下 我们已经新上架了我们的新款打磨器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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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